欢迎们大家好,我是丰盖花卉 球兰是多年生的藤本植物 从小苗到开花大概需要两年的时间 它开的花呈球形,一串一串的 不但是香气扑鼻 而且看起来像一串串塑料的假花特别的漂亮 球兰也很有个性,带有自己的小脾气 有的花员养了几年都没有看到它开花的芳蓉 今天的话题咱们就讲一下球兰的养殖方法 以及影响它开花的原因 通常来说,一年内的小苗很难开花 只有在第二年的时候才能够偶尔的看见它出现一两个花苞 从第三年开始,它开的花会越来越多 逐渐的进入圣化期 所以说,如果是两年之内的小苗不开花 也是比较正常的 想要养好球兰 首先使用的土壤一定要疏松,透气,不容易积水 而且成为酸性 我喜欢使用的盆土配置方法是 擬碳土四份,浮叶土三份,河沙两份,羊粪一份 再就是使用的花盆千万不要过大 因为球兰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 就是只有先把它的根系长满了整个花盆以后 它才会去长枝条和叶片 如果是花盆过大,它一个是生长缓慢 再一个就是不容易开花 影响它开花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光照 它虽然有一定的耐阴性 如果是光照不足,长枝条和叶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想让它开花的话 必须要给它足够的撒射光照 如果是把它放在比较阴暗的位置 一点阳光都见不到 那么它就很难开花 就算是勉强开花了 它的花也是比较小 叶片也比较暗淡,没有光泽 但是平时的光照又不能过强 否则就会晒伤它的叶片 再就是胶水,对它的开花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它是一个典型的懒人植物 我们在胶水的时候要注意盆土 见干见湿,敏干勿烙 它的叶片比较肥厚,好像带有一层蜡质 不但能够储存一定的水分 而且挥发的也比较少 所以说它特别的耐旱 它的花期是在每年的4到10月份 在这段时间之内给它催花的时候 需要尽量的少给它浇水 也可以充滞为控水 只有看见它的叶片少少的发软了 出现了缺水的现象才能再次给它浇水 这样才会刺激它的花芽翻花 特别是长花里了以后更不能浇水过勤 否则还会引起落花掉泪 在花期的浇水方法 干三角梅特别的相似 如果你家的秋兰,枝反叶茂就是不开花 那么就可以利用空水的方法来达到开花的目的 再就是施肥对于球兰开花的多少也是特别的关键 平时在生长期可以用复合肥 花朵的1号和微生物菌剂 但是到了4-5月份以后 可以给它增湿花朵的2号和磷酸2清甲 我在花期的施肥方法是 每20天给它使用一次复合肥和微生物菌剂 每隔10天的时间给它使用一次花朵的2号 或者是磷酸2清甲 千万要记住的是 像这种花期比较长的植物 在给它施肥的时候 千万不要过于单一 否则就很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再就是球兰不要随意的去给它修剪 有些玩有些它的枝条过长 就会经常去给它修剪 如果修剪的方法不对 就很容易导致它不开花 因为老的枝条比嫩枝条更容易长花蕾 特别是开挂花的花梗更不能给它剪掉 因为这些开挂花的花梗 过不了多久 或者是到了第二年才能再次复华 再就是球兰的病害也不能忽视 比如像贪菊病 铁锈病 还有软腹病 如果发现它的叶片有黄褐色的斑点 可以喷湿浓用型的莲米素来防治 如果是贪菊病 就会有黑色的斑点 可以用甲基脱布巾来进行防治 要是发现它的叶片上面有橘色的铁锈状 这就是典型的铁锈病 可以用多锦铃进行防治 不管是什么病害 只要发病以后 首先需要把发病的叶片给它摘除 然后再给它喷药进行治疗 好了 今天有关于球兰的养殖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问题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看到以后都会一意的回复 特别感谢欢迎我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